剛才看蕭先生的直播 就是他跟一個學底辯論的事情 那個人 正正就是我經常說的高分低軟 他讀了很多書 是他的學底 為何說的東西是很醜 他說的東西全都好像是尊兇環境 他們是不現實的 不知為何他們是很離地的 他們是覺得 他們不知道中共的邪惡的一面 覺得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他一定是不經常回中國的 一定是在很遠距離 他自己在美國住在哪裏 他看上去 中國還可以 GDP增長了 看來生意好了 又有阿里巴巴 其實很多藍絲都是這樣 我這邊加拿大也是 超多藍絲就是這樣 用一個望遠鏡看著中國 覺得中國都好地地 一定是有些貪污腐敗的 他們不是真的落地自己做過人 在中國 他們在中國只是去過旅行 或者去過上海 去過那些地方 那些太多藍絲 他們是不藍絲 不藍絲要扮代表 就是這條藍絲就是最高的點法 完全是脫了切 完全脫離了現實 其中一個point 我當然是贊成 這一方面我一定會贊成蕭若元 就是你要講科學 你真的要有科學成就的話 你第一時間要讓別人有自由 去創作 有創新才會 那中國完全沒有這些 而沒有這些的時候 根本不會走下去 所有東西只不過是靠你做工廠 賺回來的 那些外匯 你無以為計的話 你真的行得懶 你吃得屎 你不創新 你不創作 你要創新創作 就是要被人破壞規矩 有這種文化 人家在美國的文化 是從根基 你從學生時代 去挑戰你的老師 而那些人是 你挑戰他們 是沒有問題的 或者是頑皮 那些人是接受的 是因為他明白你自己 你才會有機會 破舊立新 例如 好像Microsoft 他也是專門請 那些人 就是要他 有時就是要他破壞規矩的人 請一些懶的人 因為他懶 他才會用其他方法 用其他 不會跟著 人人都這樣做 那我就這樣做 不是 他就是要 古靈精怪 他就是要用另外一種方法 去走那條路 這樣才可以創新 而這件事 當然沒有 你強調的就是 你聽教聽話 你做豬 教你做豬 教你治癢 所以今天發生的事 全部都是抵抗死 而這些就是 那些人渣 相對來說 就是我的意思 在一塊屎面前 蕭生立即變成一個神聖 有一塊屎襯套鞋 一塊垃圾都會發出光芒 何況蕭生當然不是垃圾 我是佩服他很多 這樣的年紀 還有思辨能力很快 很有急才 他跟別人辯論是相當不錯的 不停地劈死說 大陸根本做不到任何創新的科技 任何搞這些 根本全部都是騙局 全部都是騙局 連現在這期 最冷流行的那首歌 你就見了嗎? 就知道 我想要帶你回家 在內送夜酒吧 那盤他思真思革 接著搞到全國都Hit 上了一些大的電台 蘇州、江蘇衛士等 那些什麼 即是上了 上得去大台的 那原來 那首歌 原來人家英特尼一早 人家鬼佬寫了這首歌 有了原著 可以買版權去使用 但是 最重要的是 連那首歌 本身 那首音樂 人家是有 即是那些音樂裡面 會特地 說句聲 即是作為一個 好像是 ID 即是他就 整首歌 連水印都抄過去 即是 即是你看到那個鬼佬作歌 是純音樂來的 那 那 不是說 你自己請對朋友 是不是 你自己找對朋友 彈一模一樣的 都算你 你是直接在上網 下載了別人 就這樣直接用 抄完之後 他當然就說 是自己作曲 而且版權屬於自己 是100%的偷 即是 譬如說 你在香港以前抄糕日本歌 經常都是 抄的 或者翻唱 大人翻唱 當然有買版權 當然有說明的作曲 原出在哪裏 是吧 OK 不是抄的 當然有人在 抄的就是 喂 聽完你的首歌 這裡改了兩個鍵 這裡升三個鍵 那裡升四個鍵 把前面放在後面 後面放在前面 再在另一首歌 又抄一段 大集會這樣抄 這些模仿 都算你 因為 畢竟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是一個落後國家 所以如果你這樣 都是有你的 是吧 你炒集會這樣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 他是照給 偷 Exactly 就是偷 偷了兩個人的歌 當自己之餘 還要是不給別人 當然不告訴別人 之後還要去大行其道 去做生意 去賺錢 之後還要上全國的 一些官方的電視 是沒有救人 這是一個賊的文化 這個文明是一個賊的文明 是一群山寨賊 打回來的天下 所以也是養一群山寨賊出來 買什麼都可以 你有創新 你會搞到科技 你會搞到科學的話 我幫你們含鬧 我當眾含鬧給你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